- 說真的,這個作品真的很酷 能夠沉壓這個拍賣真的非常興奮 這是Basca創作於1985年的作品 經典之處在於童年登上紐約時報的雜誌封面 在那封面你可以看到 Basca後面的作品就是這裡 你可以看他穿著西裝 然後褲子漸到一些顏料 之所以刺著雙腳 好像是因為攝影師到了他的工作室的時候 他好像還沒有準備要拍攝 攝影師就決定讓他不穿鞋子酸 感覺真的蠻隨性的 最酷的地方就是我們這次特別找來 當年封面照片中的椅子 就是Basca工作室內的椅子 所以說這個作品真的可以說是Basca 其中一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如果你在網路上面搜尋Basca的名字 這張封面照片會不停的出現 可見這部作品意義非凡 1985年是Basca加入 國際知名藝術家行列的最巔峰時刻 前幾年已經被大家認為是藝術天才 但1985年是最巔峰 最意氣風發的一刻 隆登紐約時報的雜誌封面 而他決定坐在這個作品前拍攝 這個舉動奠定了這作品對他的重要性 也因為跟他一起登上雜誌封面 代表著他耀眼光芒的才華 以及他試驗上的頂峰 反映一位天才如何靠自己的力量 立於巔峰 這個作品你可以看到是由木板組成的三連屏 梅塊模板的厚度都不一樣 凸出來的厚度都不同 畫作把三項元素並列 包括非洲面具、視覺與會的標誌性戰士 還有在阿斯特克傳說中 為蕭勇化身的美洲豹 以及酷式歧視唐吉賀德爾人物 這樣一來 Basca將非洲和中美洲視覺文化 與歐洲歧視精神和傳統的浮誇表現 形成強烈對比 他融合了具象與抽象的手法 既保留了塗鴉藝術的那種即興感 也賦予有充滿爆發力的表現方式 對我個人來講 真的非常榮幸能把這個巨奏帶給大家 這種故事 我心想未知 對你而言 想不代表那個衛生負 below 這 해�一下 這就沒問題 我心想要講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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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